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他的中亚行了 最受瞩目的习普会在15号的乌兹别克 萨尔玛罕登场 那谈及到了台海议题呢 大陆央视报道 习近平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丁 中方赞赏俄国坚持一中原则 并说到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 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 似乎是说到美国那边去了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继续在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深化合作 打造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权威平台 习近平赞赏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 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 那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呢 美东时间14号以17比5高票通过了修正版 台湾政策法案 下一步将会交付参院审议 那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了 法案如果呢在这样子持续的进行或通过的话呢 就会动摇到中美关系咯 大陆也会视近况来做一个采取必要的措施 好我们看到这两则新闻 该案如继续审议推进甚至通过惩罚 将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 停止推进审议有关法案 中方将视该案的进展情况和最终结果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好我们从一开始第一则的习近平跟普丁 到第二则的台湾政策法呢 其实这些关系都是层层叠叠在一起的 那这一次我们请到的是 贤立伟孙大千大千哥大千哥早安 是 郑凯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一早又来麻烦您哦 针对这些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上一次啊 裴洛西来到台湾时呢 对岸的动作就已经很大了 那现在台湾政策法这个锤子一锤下去呢 如果通过了大陆他说会视近况来展开必要的措施 那么您认为哦 这个措施是有可能是什么 好 郑凯刚才讲的两则新闻哦 其实事实上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它主要是反映在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战略的重新布局 所引发的一连串的后续的效应 当美国全面的在印太地区开始进行布局 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 不管是在经贸上 在经济上 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 开始拉帮结派 试图形成另外一个这个亚洲的新北约 开始和中国大陆对抗 也就是说美国试图要复制在欧洲所进行的模式 大家看一下欧洲的模式 就是欧洲美国利用北约来对抗美国 在欧洲地缘政治上最大的对手俄罗斯 然后来美国再利用乌克兰当作匕首赐向俄罗斯 来削弱俄罗斯来打击俄罗斯 这是一出在欧洲上演的戏码 但是美国现在正试图把这样的一个戏码 复制在亚洲地区 所以美国在亚洲地区跟日本跟韩国组成军事同盟 跟澳洲跟相关的国家组成AUKUS 想尽各种办法进行这个联合军事演习 开始不断的整合 美国和他自己的这些附属友邦的这些兵力上的一个状况 其实剑指就是中国 这个目标非常的明显 那更不要提到在各个层面上开始对中国进行围堵 连科技层面也没有放过 那么美国也一样 希望在这个印太地区组成一个亚洲的北约 来对抗美国在亚洲 甚至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 中国大陆的崛起 然后再利用台湾当作俄罗斯的角色 当作匕首 当作一个随时可以牺牲掉的弃子 来削弱这个中国大陆 来打击中国大陆 这两盘戏码是同样的一出戏 那只是在不同的舞台上上演而已 当美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会促成了另外一个的连锁反应 就是他会逼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开始进行紧密结盟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冷战的中末期开始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 其实跟当时所谓的苏联之间 就一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美国当时的策略是采取联中制俄 就拉拢中国大陆来对抗苏联 结果没有想到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把苏联跟中国大陆可以分开处理 但是现在美国这种在亚洲要复制欧洲模式的做法 最后会迫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开始进行紧密的结盟 不但是如此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们都会有一定的危机感 在欧洲俄罗斯被美国逼到了墙角 在亚洲中国大陆光看一下俄罗斯的下场 就知道隐忍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善意的回应的 所以必须要尽快的布局 这个必须要积极的回击 所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结盟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也开始往中亚地区进行结盟 那么借着这样的方式 俄罗斯中国大陆 再加上中亚地区的一些相关的国家 甚至再往下推到西亚跟南亚地区 很快的 那么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会以亚洲陆地为根本 组成了另外一个对抗美国的一个结盟的势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的界面 其实就恰恰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同样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二则新闻 所谓的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在中国大陆的眼中的认定 就是美国试图要模糊 试图要挑战 长久以来的所谓的一个中国跟三公报 还有这个台湾关系法之间的 所架构出来的一个两岸政策 那么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 在台面下用了各式各样的小动作 试图来模糊这条界线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台湾问题也许可以等一等 但是如果当你一旦模糊这条界线 而且你不断地重复在做这件事情 甚至你试图把这些事情法制化 拉到台面上来了 那恐怕就会引起一发 而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 那么包含刚才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所提到的论述 大家看看当时中国大陆 在Nancy Pelosi要访台前夕 他们也是速度地提出了 各种强硬的警告 可是这种强硬的警告 显然对美国来说 美国是视若无睹的 美国认为这是纸老虎 美国认为中国大陆 现阶段不敢不能 也不会采取任何真正的 这个武力冲突的行动 顶多就是嚇阻 顶多就是白白样子而已 所以美国当时 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结果没有想到 Nancy Pelosi真的来台湾了 而造成的这个严重的连锁反应是 会让世界各国所有重要的领导人 可能都会仿效Nancy Pelosi 一批一批地到台湾来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 随后会采取如此大动作的 军事演习来展现他们的决心 跟他展现他们的愤怒 如果看到了当时 Nancy Pelosi来台湾的这个过程 其实对这一次 台湾关心法的审议 我是高度忧心的 就台湾关心法 不管是原先版本 还是修正版本 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说 它在乎的是 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当你的美国的态度 开始改变的时候 哪怕你的条文 做了适度的修正 但是都有可能创造另外一个 让这个台独势力 可以活耀的这些模糊的空间 所以当中国大陆发现 我在Nancy Pelosi访台之前 我好好地跟你道德劝说 我甚至严厉地警告 你都不当一回事 那么这一次 我强烈担心的问题在哪里 我担心的是 中国大陆可能不会等到 这个法案审议完成 各位知道 当这个法案审议完成之后 就没有退路了 你就剩下美国总统 是要发布还是不发布 要签署还是不签署了 所以当中国大陆看到 我原先在Nancy Pelosi的过程当中 我讲再重的话 你都不当一回事 那么这一次 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 就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他就直接做出军事回应 直接做出强烈的反击 让美国知道 这个案子不能够继续再往下推了 所以整个台湾这个政策法 究竟是对台湾有利 还是对台湾有害 坦白讲 从现在看起来 所谓的台湾政策法 可能就是一部台海战争法了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准备好帮手 放开 白桃风味酸甜好